今天這個有一個醫生 得到確診 他們懷疑這個醫生的確診 其實是院內已經有感染了 那這個可是湖北 明天就要解封了 武漢接下來也要解封了 這個會怎麼樣的衝擊 是 他們已經零確診了 你相不相信 其實不太相信 因為其實像全世界疫情都還在 還在爆發當中 不可能只有中國單獨是零確診 接下來 湖北明天嘛 那個王委員 名字 湖北通令是明天 除了武漢 湖北全部解封 那武漢是四月八號要解封 那他們就號稱全境解封 他還統計了目前 中國是全世界第三安全的地方 但他同步又發了三個令 第一個 紅橋機場停止營業 你不是好啊 你為什麼要關廠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通令 海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外人不要再 不要回來 叫他們不要回來 但他解釋是怕帶境外回來 另外比較特別的 他鐵道醫院還有一些醫院 還有病例在填 但是送不上去 送上去就被退回來 我覺得疫情有可怕 但是可以處理 疫情用騙的比可怕還可怕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防什麼 我們在臺灣面對的壓力就是說 好 明天湖北解封 那在湖北跟武漢都有駐計 那他們就會要求 那我們現在解封囉 我要去坐飛機回去 臺商是不是 對 一定會面對這個壓力 我就知道那邊還有幾 因為學生要回來 也就是說我到廈門 我到成都做你那個四點五線 現在五線也只剩四線了 紅橋要關了 那四點四線的飛機他要坐的時候 你要不要讓他上 還是堅持要包機 四點四線的意思就是四個機場 四條 四個航線 對 本來有四成四 五線嘛 有紅橋嘛 紅橋要關了 所以今天蘇智森上要講 還是要用包機 事實上我可以透露的是 目前還在溝通第三艘包機 所以武漢也好 湖北的臺灣人 靠耐心的 因為那個地方確實是綜藝區 而且是因為狀況不明 那其他義大利 西班牙 好像也越來越嚴重 但有沒有可能去執行包機 我再講第二個嚴重的事情 現在全世界在未來一兩個月 到底還剩下幾架飛機在飛 會是一個問號 阿聯酋不飛了 現在已經宣布完全不飛的航空 是超過十家了 新加坡航空百分之九十六的航班取消 如果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停止的 一堆 所以那個運量都不見了 所以運量不見了 我們在全球的台橋 是要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最後武漢解封之後 他就會告訴你 我生產線都拉起來了 貨運要不要恢復正常 機場要不要開始對開 那這個不是考驗台灣 日本要不要跟你對開了 美國要不要跟你對開了 就我看俄羅斯跟北韓沒有解封之前 沒有人敢跟他對開 但是他一定會 我供應量要上來了 那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線商 就不准經營了 都百貨公司也關 餐廳也關 所以現在生產 你也沒帶賣 中國說我沒事了 我零確診了 然後你要跟我對飛了 香港要不要對飛 香港 你說我們跟香港 國泰航空 不是 香港一國兩制 我得聽我老大哥的 是啊 所以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已經在開賣 那個四月一號 開始生產到武漢 你跟我飛 國泰航空已經開賣了 那你坐在飛機上 香港飛武漢 對 那你坐在飛機上 到底是動陣 四月要宜人檢 你分不清楚 他這樣還是 他們有公告 因為他們輕症不檢 事實上很多資料顯示 中國在中後期 湖北以外的成分 根本沒有檢疫 你怎麼知道有到沒有 所以對飛的意思 就是武漢人 你可以飛到香港囉 香港擋不了囉 有些樣板也要飛 林鄭月娥可以坐第一班 你就比較乖 坐第一班飛到武漢 那有興趣的話 再飛鄭州 鄭州再飛回來 知道你去飛 剛剛講過 現在是湖北是明天 但明天會不會真的開 我覺得很難說 大家還記得嗎 武漢在二月二十四號開了 三個半小時就關了 表示開完之後 他發覺不對勁了 所以明天我們還要再看 第二個你看 二月二十四號 二月二十四號是武漢先開 然後武漢開完 然後才準備湖北開 那現在剛好相反 是湖北先開 然後武漢是要等到四月八號 表示武漢的疫情其實非常嚴重 表示什麼 二月二十四號那個開啊 就是讓武漢市裡面的達官顯貴啊 這個有錢的人啊 趕快落跑 就證明了嘛 否則為什麼會先開武漢呢 因為武漢疫情絕對嚴重嘛 現在為什麼跌倒過來了 表示那一次二月份的那個開 武漢裡面完全是政治因素 完全是權錢交易 有權有勢的人 趁那一次二十四號 開了三個半小時 趕快落跑 即便你解禁了 你還是國還是得封啊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哪一個國家敢跟他通行 現在除了香港啊 香港跟澳門 這塊可能相對來的淨土啊 也淪陷了 對 那你們就是個大中華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在那邊飛來飛去 MING PAO TONG